VG的觀眾大家好 今天我們極速開箱就要介紹最近全新進化的 Corsair Void Pro RGB USB模擬7.1耳機 這代Pro版的外形和上代其實真的沒有什麼大改動 所以外形方面就簡單介紹一下 已經採用了頭帶式的設計 沿用網布面海綿的耳栽和頭墊 不過相比上代就更加柔軟 單元位置的金屬支架可以提供90度活動關節 而且還有伸縮的功能 也算不錯,大頭的玩家都可以用到 規格方面,50mm單元達到20Hz到20kHz 屬於正常遊戲耳機的規格 USB版就有道比模擬7.1效果 配合軟件可以中一個EQ模式轉換 當中EQ除了可以自己微調之餘 玩家亦可以自己去新鎮一些EQ 麥克風方面,軟管設計更加柔軟 比上代更加容易奪回不同的方向 另外,由ROID系列開始 麥克風的質素已經有相當不錯的表現 而Corsair更滑,Pro的質素再有提升 之後就會找來上代耳機做一個簡單的測試 而為了方便操作,耳機採用了無控制器設計 單元左邊的外殼就會設有一個靜音鍵和音量的撥韌 撥韌的功能相當強大 除了音量控制之外,按壓就可以順序轉換EQ 長壓的話,還可以在模擬7.1或立體聲之間切換 即是連軟件都可以不用的情況之下,就控制整個耳機了 最後就講一下RGB 耳機左右兩邊就有Corsair的船仔Logo 而玩家就可以用軟件做修改 效果不多說了,有興趣就看之前MM88滑鼠戰的介紹 介紹就來到這裡了,現在就給大家一個感想 雖然這次耳機的外型沒有改動 但細胃就有不少的改變 好像耳罩和頭戰變軟,帶起來就舒服了很多 而麥克風方面質素也提升了不少 單元方面,如果對比上代的話 就明顯預設的低音聲沒那麼重 我就覺得用來聽歌都可以 加上有道比和EQ微調 打了一陣Rainbow 6時,感覺整體的音效都是平均 不會因為針對某些頻率強化而令整體的音效變得奇怪 今次的介紹就到這裡了 如果覺得這條開箱影片有用的話就按個讚 記得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和讚好我們的Facebook 我們下次再見